台股大盤挑戰萬機行情 但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最近卻利空消息不斷 股價卡在六字頭不上不下 台積電究竟有沒有機會再漲一倍 而中長線的操作上又有哪些優點 還有劣勢呢 台積電就要賣標股喔 你有的時候它就賣 你賣掉的時候就去標 所以你剛才講的翻一倍 XX年應該是有機會 從來沒有一次台積電這30年領先 那麼明顯 今天我們就找來華爾街操盤手缺油煞 閃物在進場前 有哪些優點需要注意 讓它一次告訴你 上滑 你現在總共還有台積電嗎 現在只有台積電AZR 是 對 所以呢 你現在是 台股台積電現在是沒有了 是沒有了 太早下車了 然後也來不及再回去了 你400多塊就下車了對不對 對啊 就現在已經在六字頭上徘徊 可是你知道我每次我在看這些 股市新聞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好奇喔 你看台股已經在挑戰萬七了 可是台股 這台積電卻在這個六字頭 上不上下一下的 屈老師你怎麼看 我想它走快了總是休息一下 一定是這樣的 你不可能要求股價是直線上去 直線下來 就人生跟投資一樣 是 漲你不會好運說一路都好運 跌也不會倒楣到說那個 我們看過很多跌到下市的 沒有 那個是股票 怎麼可能台積電 那是股票 對 好 台積電有不同的 不同的它的 邏輯 不 它的體質本來就不一樣 是 所以大家不去從體質看 你就會看得不煞煞 如果你去從體質去看 基本上就比較容易掌握到 是 不過卓老師 其實我覺得對於所有投資人來說 還是會有點擔心啦 因為其實到了2021年 我們看到台積電從600多 然後一路漲到了頂峰673 可是後來呢 急漲以後又急殺下來 甚至還跌破了 被大家視為是神明的季線 然後現在就一直在600多這樣徘徊 所以還是會有點擔心啦 那你怎麼看未來台積電的狀況 第一個 股價裡頭 通常這個 它的特性就是漲 急漲 超超 金金漲 金金漲 股票跌也一樣 是它跌 超跌 金金跌 所以它這個股性一定這樣 你知道那個德國股神 科斯托蘭尼 我覺得它在描寫這個 投資心理學 有一段很棒的一個 很有畫面 很有畫面 就是主人與狗的一個關係 你如果了解這個東西就是 簡單來講 股價像小狗一樣 譬如說主人跟狗同時要到 比如大安公園 對 大概是一公里 好 主人帶著狗往前走的時候 小狗會跑來跑去 對不對 聞聞這個 聞聞那個 然後一不小心看到後面 一隻小母狗 牠追過去 是 對不對 主人往前走 牠往後跑 對 現在就這樣子啊 台積電的銀魚往上走 股價往下跑 那你要追股價 你不要管它 你要追的是主人 主人代表什麼 經濟跟銀魚 是 這是主軸 主旋律往前走 這個負旋律往前跑 這正常 對 但你如果不去 主阿翼這個主旋律 再抓這個小狗跑 那你最後到達目的地 同時主人跟小狗到達目的地 主人走了一公里 小狗跑了四公里 所以股價上下坡洞 就是這個 所以你去追小狗 你不要 你就看著主人 台積電你的產能 所以我上次有一段視頻 我就講 看軍線 你剛才談到的 視為軍線很重要 看月線 看女性的生V事業線 都不如台積電的生產線 生產線 對 生產線就是這個銀魚主 你也開始也學壞囉 對 男人不壞 這個女人不壞嘛 所以跟你學 一般來講的話 在籌碼面上我們看到 就是外資持股台積電 其實是佔超過七成以上 可是今天年初開始 其實外資超賣超 賣45萬張 其實很多耶 很嚇人耶 那俊老師你怎麼看呢 我又有不同的解讀 七成 它外資高的時候到78 對 對不對 現在大概73左右吧 它也不會丟出5% 因為你急漲 你看看你這段急漲 我們講這麼多的時候 來 躺到這裡就問一下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碰面什麼時候 上次應該是去年的秋天 對 6月 6月 我們錄影的時候播出的時候 6月19 因為要來上次 我突然好奇 剛才在捷運上我看了一下 6月19 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談台積電的股價 你要不要再猜一下 那時候多少錢 400多吧 314.5 我們就算115 一倍了 今天多少 三倍了 600 那時候我們是大膽說 台積電你就下了對不對 對啊 看你節目的人都賺了 對 所以下次要鎖定這個瘋傳媒 對不對 對 314.5 315 今天605左右 對 9個月這樣一倍 你不會覺得太快嗎 會吧 賺錢沒有人想快啊 9個月台積電的產能 產房都沒有增加一倍 你股價瞬間就9個月一倍 坦白講它太快 太快 因為它不是標股 好 這是外資丟出這個5% 你以為很多對不對 那我們要再講 很多國家的主權基金設置 設計有些國家 尤其法爾街的一些法人機構 籌碼是鎖得很死的 根本就捨不得丟出來 才丟出個5% 你就以為是什麼外資到貨 台灣以前國發會48% 到到剩下6% 你應該那個標題是 台資到貨台積電 到貨的不是外資 是我們本台資 但是從50%到現在剩下 所以到貨的不是外資是我們 外資還在笑咧 人家是鎖住設置主權基金 就鎖住你台積電 你們全台灣最優秀的人 幫我們國家打工 新加坡的主權基金 阿布達比 他們都買台積電 人家鎖住 只要丟出5% 因為他要做價差 過利了結嘛 他要做價對不對 所以他做價差 以後台資就上去 台資必須付出一個代價 就是要買比較貴的台積電 因為早期便宜的時候 你沒看上 是 現在呢 你必須從外資身上 公開拍電影 你要貴一點 因為你有眼無珠 聽起來好像是買愛馬仕 那種感覺 對 所以基本上這5% 是一個調節 不要太緊張 是 好的東西 人家捨不得放出來 如果他丟個20% 可能你要 就要擔心了 不擔心 就要觀察一下 為什麼他會做這個動作 他丟5%是做價差 你被下差去 台資如果被下壓出去 人家反而補進來 那就是看誰先補回來 看誰先補回來 是 趕快 是台資補回來 趕快 我們現在就聊 你們聊 我先趕快嚇一下 先假單 現在的時間應該來不及了 不過 俊老師 聽起來你是覺得 對台積電還是很樂觀 但是我反而就是 覺得 也還是有點危機存在吧 因為之前大家會覺得說 Intel可能會為外代工 所以那個時候激烈了台積電的股價 有不停的消息進來 基本上來講 你說Intel他做 坦白講 如果你今天是Intel的CEO 你也會做 很可能會做相同的動作 但是重點就是說 台積 Intel蓋這個廠房 會不會威脅到台積電 這才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對 有沒有這個條件威脅 你如果再從過去的歷史來看 因為台 Intel它是一個垂直整合的 垂直整合 就是設計它做 然後製造它做 包裝它做 它等於是一條樓 從頭壓到尾 早期它非常有優勢 早期這個東西說實在的 因為蓋個廠房太貴 它不讓你生產 我不幫你生產晶片 你就死了 你的設計能力再強 對不起 你沒有這個大工廠 你也進不了 所以它早期是非常大面 就非常主控的 好了 台積電一出來之後 這是一個相反的模式 我只做設計 我只做代工 設計由你 所以大家雙劍合比 那這麼多年下來 才發現就是說 哇 這個部分 改變了整個遊戲規則 也就是說你要守 就張中某先生講 你又要製造型 又要設計型 又要封裝都型 你渾身乏術 你的戰線拉得太廣 你只要有一個地方被攻破 你就很麻煩 包括它的那個 然後台積電的製造 已經開始 以前對底 現在拉上來的時候 AMD其實這個方面製造 設計不錯 還可以啦 製造不行 它把它製造放掉 然後專注生產 然後找最強的台積電 雙劍合比 你看搶了多少 Intel的單 所以Intel就開始招架不住 所以會一個一個瓦解掉 可能不瓦解會撐在那裡 所以你說它馬上上來 就改變不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是Intel 我們以前在形容外國人 美國人 我們以前留學 他也有種族歧視 我們新種美國人的叫 貴族叫做 Blue Black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 藍色的血 藍色的血 我們的血是紅色 紅色的 他們那種人是 習慣是高貴 所以Intel要彎下腰來做服務 沒那麼簡單 台積電在1998年 你去看這個楊艾利 在台中亞雜誌在寫的 張宗某那時候就要轉型 他說台積電 第一個十年是以製造為主 現在未來要獲得高毛利 要進入服務為主 你看到台積電那個名詞 台灣Semi Conduct Manufacture 那個製造 台積電其實已經轉型到服務 服務到什麼東西 我的廠就是你的廠 而且那裡面的服務 而且你成功我就會成功 所以台積電的IC設計也很強 對 它是很強 它是沒有放出來 設置它有些做的設計 已經不會弱到的部分 所以台積電 比如說它最強調的一個 製造領先 它還強調技術領先 它不是有製造 第三個叫做客戶為夥伴 就是你成功我就成功 所以台積電培養出來的所謂大聯盟 一放出去都很強的 比如NVIDIA INFIDA 對不對 你高通 AMD 你蘋果 你只要出去的都是各個盟戶 那這時候 Intel要做這樣子的服務來取得不容易 但是它還是會拿到一些單 你不可能一點單都沒有 對啊 所以這個的威脅沒有 然後台積電以服務為導向 所以它叫三位一體 技術領先 製造領先 以客戶為這個導向 就等於是我跟你是夥伴的 其中一向起來就不得了 它是三位一體 它同時一進來的 是 所以Intel要達到服務這個 短期間不容易 Intel台積電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轉型 早期它的執行長蔡提琴就講 聽自己的業務回來回報說 有什麼問題都不準 聽客戶講才知道 哇 原來有那麼多問題 需要我們去解決 這個部分 不如不辣 就貴族的人通常做不了 做不到 比較做的吧 產能需求 因為也不必太難 因為整個的半導體的市場 它產能上去 你撥一點點給台積 人家Intel也吃合理 而且Intel也吃不完 而且Intel早期還是 而且也是台積電當年的偶像 他們沒有Intel就沒有台積電 人家的技術認證都是從那邊過來 所以我認為這整個來講 Intel Intel的市場 台積電 應該還是往前走 你不可能全部都吃 你也用不著全部都吃 也不可能 其實邱老師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在外界預估台積電 近三年的EPS 大概就是232629這樣子 那如果其實去回推它的股價 大概就落在700多塊左右 可是因為這個Intel的新聞的影響 所以其實現在外資 也打算要調降台積電的本益比 這樣台積電真的還有機會 像您所說的 可以攻上破千的這個價位 大家都把投資搞成太科學 這個地方有一點藝術的成分 你認為232629 好像就照這個東西 然後台積電的本益比算回來 你就好像算到那個 我有不同的看法 你如果看我的第五本書 就是上次上完你的節目 發現很多人有疑問 我趕著寫在90月出了一本 台積電的這本書 我裡面就講 很多人沒有去看 你就無法 你這問題就是問題 我說過了 台積電早期的時候 本益比多少 大概在12、13的時候 維持了大概有6年 在那邊賣賣賣賣 對 我那天看的就是 也常常上你們節目的 也是朋友這個 好像是孫慶龍 是 他上去把那個內線消息 不是內線買賣的這樣 張忠謀好像那段期間 就在很低本益比 好像佈局的將近 好像100億 這一波拉上去 好像聽說是幾百億的玻璃 張忠謀先生就講 台積電很多時間 你都可以 天天都是可以購買 好 我要講的是 13倍本益比台積電 6年在那邊等著你 蘇瑞的歌曲叫 我踩著不變的步伐 等著你們的到來 你來了沒 他那個400塊就賣掉了 13倍本益比 現在你們在講的是什麼 好 那我現在講了 台積電那個時候叫做什麼 我在書上講叫 台灣Discount 張忠謀先生講 什麼意思 台灣很多很好的公司 可是跟中國大陸一比的時候 因為全世界的眼光 注重中國大陸 對啊 所以台積電有很多好公司 價錢拉不高 一方面是跟世界接軌 還沒有接得很好 對 二方面中國大陸 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所以那時候 台積電就是說 台灣很多好公司 價格拉不高 所以張忠謀說 這是台灣Discount 就台灣折扣 對 我在書上寫 我說各位你慢慢要習慣 台積電擊敗三星 不能說擊敗 領先 又領先Intel的時候 這個泰式一形成 是過去30年的時候 沒有的局面的時候 我說各位你慢慢要習慣 我猜 我猜 台積電 溢價的時代來源 如果是這個時代 真的如我所判斷的話 各位你就要習慣 你還在拿那個過去 阿嬤死的那13倍 不是台積電不能回到13倍 機會比較難 我的解讀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再拿 那個過去這樣比 我有不同的解讀 那對不對我不知道 那只用三年 未來三年 如果台積電的本益比 還維持在高檔 那就證明 台積電的溢價時代勞力 來源 如果不對 那當然就是 那就我們就在修正 反正我經常在演進行 可以演進 那所以Chu老師 照你這麼說 台積電還有機會 會再翻倍嗎 再翻倍就1200 我上次好像有在你節目 不是提了嗎 會不會下次Chu老師來的時候 去年跟今年又不一樣 好 一樣 去年到今年是翻倍 是翻倍了 對 翻倍了 那我們再來一次就是 借問老缺 台積嫁服 對啊 對不對 你那指姓花春嗎 不不 老缺 姚子 周杰倫 對不對 是 千里之外嗎 欸 對啦 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你等 他一定會到千里 台積電這樣的一個體制 我現在不是看他架構 我一直要強調就是 你不要看他 我應該要講東風破了 東風破 所以基本上 台積電有這個體制 他不一定 但他不能瞬間 你不要期望他瞬間上去 那是不合理 三年 極為有可能 三年內可以破 三年內 三年之內 會有讓大家開心滿意的成果 那我想現在 買了600多的人 聽到Chu老師這番話 應該會吃個電力 但是他可能上下震盪 也是會拉下來一點 但你必須接受 那為什麼 有人說 譬如你剛才就是問說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買台積電 對啊 因為他美麗又性感 對 現在美麗又性感 我就想要另外一個產業 以前的西屋 通用 這些百年 這些百年企業 對不對 大家曾經認為 他就是當年古代的 古王那一古時候 可是現在你看 這些企業 慢慢慢慢的走向了衰老 他也有年老社衰的時候 對對對 好好好 你這個問題其實問得很好 也對 沒有一家公司 科技公司可以百年長期 對 IBA也這樣子 對 沒有錯 所以你這個提醒是對的 但是呢 我們也講叫做 省時 渡時 他現在這個階段 距離那個階段 我們講他現在領先是 我剛才講 從來沒有一次 台積電這30年領先 那麼明顯 以前跟人家競爭 是領先一個肩膀 一個鼻子 那個白米賽跑 這次幾乎拉開半個身子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又把他那個東西 拿那個未來 可能10年 20年發生的威脅 來嚇至現在的自己 好像又太早了一點 可以這樣講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如果還有1奈米走完再量產 這3到5年之內 基本上台積電的威脅性 是比較小的 有挑戰 絕對有挑戰 對啊 好 簡單來講就是說 新技術它永遠會出來 會把它蓋掉 它不像是百事可樂 跟可口可樂 或全家跟同一 你各有擁護者 沒有 技術領先 就是贏者通知 所以這是台積電未領戰 但目前7532 目前沒有看到威脅到它 對 好 那你新技術 那可能也是5年之後 所以台積電劉德英 這個好像是總市長不是也講了嗎 這3到5年之年 他們看來這個領先的趨勢 不能說領先 它那個成長的動能 它已經算出來了 那就已經預估了 所以你再怎麼樣 以前沒有參與 它30年因緣機會 站在這個點開始登頂 目前看起來 它是最有希望拿標的 好 所以 但新技術會威脅 確實 一定會 但不是現在3 5年嘛 所以那可能20年 10年之後的威脅 你永遠要那個 這是沒有辦法 沒有一家百年長青 那第二個高處不勝感 因為它現在在攀頂當中 它本益比也是歷史的相對高點 對 相對 但是它還不是最高 還不是 2000年的時候 本益比最高的時候是100 100 瞬間上100 對 那個時候現在才 你們講27 就以現在這個本益比來講 也不是最貴 也不是 不便宜 但不是那個 好 我們談到高處 所以它往上走的時候 任何一個 因為在高檔 對 大家就會稍微會太關注它 就是現在把焦點都放在 所以任何一個消息面 任何一個籌碼面 任何一個技術面 都搞得你那個 那你剛才講技術面 回到你剛才講說季線跌破 剛好我在視頻中 我們的季線我們就吃 從600到560 我們鎖定你跌破季線 越跌我們越敢買 結果570才跌破兩天 砰砰砰 五天之後現在回來 對 賣到季線 以技術分析來講的 那地方都打錯了 我跟你講台積電 你不要用技術分析來判斷它 因為你 技術分析有時候是 你不知道這個公司的體質怎麼樣 往下滑35的時候 搞不好是剛才開始要跌 所以你要怎麼樣 要跑 是 你對台積電 如果了解得很清楚的時候 它下來幹嘛 你要擁抱它 打法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 又看小狗這樣跑 你永遠看不懂台積電怎麼走 是 財報數字你要現在談嗎 不一定會變差啦 對 不一定會變差 但是任何公司要反轉下來的時候 的威脅挑戰 那財報有時候是可以看得到 對 比如說它的銷售不行了 開始下降了 存貨開始增加了 毛利率變低 毛利率是可以講 你的主控權嘛 你今天毛利率要高的時候 你就代表你有話語權嘛 所以高毛利率是代表台積電 一直有這個主控權 就是它的技術優勢 對 沒錯 接下來就會轉換成營業力 就中間你還有一些成本消耗掉 就是你的管理經營能力 對啊 對不對 有些人是毛利率很高 可是一到獲利盡利 營業力的時候就成本 英天有這方面就趕不上 對 台灣在這邊製造有成本優勢 對 好 你再接下來會再往轉換到 就是EPS 就是盈雨 不管是盡利率或什麼 台積電目前在這方面來講 都很棒 所以我說它不但漂亮 而且性感 嗯 不過其實卓老師 我想請教的是 好像是在2018-19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三率 都曾經是下滑的 對 但是當時對於股價來說的 這個影響喔 好像又跟三率 沒有那麼大的相關性 那你是怎麼來看待 就是當三率到了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可能對於股價 就是要特別注意了 這道題目是非常棒的問題 哦 這道題目可以直指巴菲特的 另外一個關鍵權股 哦 看起來它是往下掉 對啊 巴菲特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們寧可看到 我們公司不賺錢 或你公司我投資的公司 但它的副城河 越挖越寬 越挖越寬 對 那兩三年的錢 都跑去挖壕溝了 才 因為它已經要先蹲後跳 要不然怎麼七五三二 砰砰就是過來了 它在產能上 而且它當然還有一個 這個19的時候它有一個光阻劑啊 對 那個產生的一些問題 但它重要的是它已經在挖壕溝了 對 先蹲後跳 那時候你去看雅虎的財報 國外的雅虎的這個finance財報 那時候過去它五年的盈餘 基本上的成長幅度只有2.58 不到3 你知道未來五年華爾街怎麼預估嗎 我認為要調整 我上次跟你碰面的時候 我們在聊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這樣講 大概是16 很高囉 以前從3到16跳5倍 對 後來呢 我大概去年出完書的時候 它調到18 我寫完書的時候它調到18 最近它調到多少 要20 漂亮 24 23 喔 我想是23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幅度 那代表它的什麼 你要看的就是這個 我剛才講的主人往前走 你就是要看這個 但是它也會誤判會調整 那你就把它再打個折扣 我說那個16的時候 我出書的時候 我說16打個折扣 12就好了 台積電影語12%的話 7年就翻一倍 所以在5到7年的時候 它又跑得快 對 所以你剛才講的翻一倍 3年是應該是有機會 5年中間 7年就有點落後 我認為不需要到7年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雖然有點貴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台積電狀況比較不一樣 狀況不錯 對 可是你看看啊 就我們每次看這種的時候 專家就想 這個叫先蹲後跳 如果膝蓋不好 就蹲下去就站不起來了 對 有可能 所以你不要只看 我跟你講 投資台積電 你不能只看財報 對啊 你還要看它年報 因為它財報 你無法反映它的競爭優勢 對 因為它隨時在波動裡頭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 未來10年你要讀懂它 應該是看年報 年報一定包含了財報 年報會有談它的 董事長三頁的書 跟你在談的時候 他一定會談我未來的願景 我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 我目前的情況 那你只看綠這邊看 如果那麼簡單 我上次就講了 會計師 經濟學家 應該都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會計師看年報 看財報會比我們差嗎 對啊 不是只有看財報 你要看它的 簡略來講台積電一定有挑戰 對 挑戰下來它憑什麼應對 你如果去看完它的東西 它的十個信條是張忠謀寫的那 以客戶的利益 各方面的東西 它的正值 它我剛才講那三位一體 就已經打下了它的最強了 張忠謀先生在前十幾年 幾乎都是投入在企業文化的意義 這個東西都你在別的財報裡頭 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這樣 好是 不容易看到 但如果說 譬如說好 現在上話 現在想要買台積電 台積電可以注意什麼 我看現在 因為現在坦白講是相對高點 你就分批進場 上次尤其我在視頻中說 600塊往下跌的時候 大家說一破季線 就台積電會守不住 其實陳飛龍也講了 570就買啊 對 我們分50發子彈 我當時就說分50個單位 越跌越買 跌到560 好啦 認了 那就欣賞 享受被動 被動欣賞波動 你就欣賞台積電 偶爾這樣波動一下 也沒什麼不好 你把它保留 你要擁有一家台積電企業的 全世界一流企業的角度 去看台積電 你就比較有定件 也比較有原件 但是俊老師 真的就是有很多小散戶勇敢買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去年的12月31號 那個時候呢 台積電的總股東數是60萬 結果呢 來到了今年3月的時候 已經破百萬 一百萬 結果呢 到了這個4月初的時候啊 因為那個台積電填習嘛 有一些小股東撐不住了 可能只買個幾張的人 就又退出來 所以的股東數就跌到98萬 所以很想問老師 其實如果很多人是在今年才買的話 很可能是小賺 不然呢 就真的是被套牢 你要給這一些散戶們一些信心喊話 基本上台積電是這樣子啦 因為你可能會 因為它我剛才講嘛 股心的特質是漲 超漲 金金漲 對啊 所以有一些散戶會在那個尾巴段呢 受不了誘惑進去的 因為這不能夠 但是台積電有一個好處 台積電是你可能會買貴 在某個時段你沒有經驗 你可能買貴 但你不會買錯 所以 但有些股票喔 看起來活蹦亂跳 你一買錯它一下來 你回不來了 身家都沒了 沒了沒了 台積電不會 這個是它最為 所以這個要再去談台積電 整個的全世界一流的企業體質 我就講四個 在書上講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這個我覺得很 第一 它的品牌忠誠度 幾乎蘋果這是世界級的 它品牌忠誠度現在是世界級的 第二個 它有差異化的策略 它跟人家做理頭 像我們剛才講IDM 這個三星跟目前那兩個對手 三星跟Intel 跟它是差開的 第三 最重要最重要 你光想這個就可以了 它有無可取代性 目前你說哪一家可以取代三個 取代Tintel沒有 沒有 我剛才講 誰離開Intel誰倒閉 對 所以它這個無可取代性 是世界級的公司 第四個 它有持續競爭的優勢 這四項東西會構成台積電 你可能偶爾會買貴 但你給它等一段時間 你會後悔你買得太少 別的公司沒有這個條件 就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麼多人會喜歡 台積電的原因就是它怎麼樣 穩 判斷錯誤 頂多時間套了 但有些公司你時間套了就沒有 而且台積電歷年來 你可以看 上次我們在看都是盤整 瞬間九個月 台積電叫賣標股喔 你有的時候它就賣 你賣掉的時候就去標 對 給小標股吃到 對不對 你賣掉你就這樣就知道 所以用你的痛苦聲音 告訴小標 對不對 就告訴小資主 慢標股 你不要亂賣 你一賣它就標了 好啦 你們乾杯 我趕快下單 來 那就請你多 props 多敘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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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